踩电冰箱大沙发对于新势力的MPV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那如果再加上全系标配的双枪空拳和后轮转向 小鹏X9能不能打动你 这期的主题是X9的动态体验 但是在开起来和做起来之前 我们再来快速回顾一下X9的静态亮点 我们印象中的小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工男 但是理工男的执拗也可以很顾佳 这台车就有一个人见人爱的一键折叠式第三排座椅 而且连头枕都是电动的 按下车尾侧面的按键 椅背就会自动的向前翻折 然后座椅在整体向后翻折 最终严丝合缝的藏到后备箱的下部空间里 所以折叠起来之后 你会获得一个利用率超高的后备箱空间 容积最高可以扩展到2554升 我们都知道第三排其实是很多MPV的软肋 因为一旦追尾后骨往往惨不忍睹 小鹏X9采用了前后一体式的压住车身 因此车内可以使用的空间更大 而且整个车身的强度要更强 官方也用数字模拟了一次 88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后部的碰撞 溃缩之后没有完全进入到成员舱内 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它在实际的这种碰撞测试中的结果 MPV车尾的设计还是很考验水平的 X9并没有把它做成常规的纯屏造型 而是启用了鲜明的折线感 同时融入了很多有未来风的元素 比如内嵌可以点亮X棚标识的新轨一体式尾灯 以及被官方称之为能量光缩车尾的外扩式飞艇尾部 车尾的造型其实呼应了前面的星叠渐进隔山 整个车头的设计还是非常有家族风格的 一体式贯穿日行灯下方 是矩阵式LE大灯以及隐藏的激光雷达 底部六边形设计 模拟出能量晶实感觉的主动式进气格山 看起来也有自己的设计特点 官方这个新建的概念做的还可以 转到侧面长5293宽1988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了 但是车高被控制在了1米8以内 是1785毫米 配合天际悬浮车顶 整车姿态看起来非常的养眼 完全没有MPV惯有的中庸感 相较于动辄1米9的常规MPV来说 它确实不高 这么做除了优化风阻之外 也不受限于很多多层地库1米8的限高 X9其实是诞生于扶摇架架的第二款车型 因此整个内饰的布局上 它其实和G6也是有一些相似的 视觉中心同样是一块居中的悬浮式液晶屏 尺寸的这重G6的14.96英寸 增加到了17.3英寸 不过X9的处理器是比较新的 骁龙的8295 所以性能方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此外它还能分平多任务操作 比例为1比2 左侧可以用来看地图 右侧可以拿来开启其他应用 下部则是一个双50瓦的带通风的无线快充 后部藏着整车达到3.6米的一个氛围灯 当然了无线快充这么刚需的配置 第二排老板肯定也得有 在第二排零重力座椅靠近车门一侧的扶手 同样设置了50瓦的无线快充 内侧则是座椅调节的实体按键 通风加热按摩都给安排上了 底部是带压缩机的10.8升的魔方制控冰箱 支持0到50度的调节范围 可以容纳8瓶570毫升的矿泉水 上部是一个21.4英寸的家庭生态娱乐瓶 在遥控器的侧面还可以无极控制这个瓶的翻转角度 至于大沙发 共选装无通道的第二排座椅 支持一件零重力的模式 可以让你随时躺平 标准版座椅设有中央通道 想要进入第三排 也可以将第二排的座椅 通过内部或者外部的按钮前移 从车门后侧的方向进去 实际操作起来 这个滑动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而且前后的滑移距离也不短 具体有多少 大家自己看吧 因为轴距达到了3160毫米 因此整个纵向空间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是第二排座椅 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 腿部也有不错的空间 再来看第三排的腿部空间 也有一定的余量 而且第三排座垫长度为452毫米 厚度为85毫米 大腿乘头感也没得挑 当第三排座人的时候 后备箱还能放下 三个28吋和两个20吋登机箱 或者是七个20吋的登机箱 基本上够一架子精简出行用了 X9共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配了84.5度磷酸铁力 和101.5度三元锂电池包的三款车型 简单理解可以理解为 单电机配小电池包 单电机配大电池包 以及双电机配大电池包的车型 我们今天开的是一个续航为702的单电机 加上大电池包的车型 这款车的单电机是一个前轴电机 它功率有235千瓦 起步价就是之前预售38.8万元的版本 双电机四驱的版本在车尾 会多一个performance的一个标识 实际开起来 网上很多人说这款车开起来更像SUV 其实从坐姿来看 在座椅厚度并不低的情况下 这台车其实整个车内的坐姿 还是非常低的 因此它整个在高速上开起来的 巡航感觉是非常好的 这一点其实跟我们之前开过的 极客009是有点像的 同时超过3米1的轴距 加上2米的车框 在高速上 其实它整个行驶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包括倾斜式的A柱 带来左右两方视野的通透度 对于MPV来说 它的A柱其实往往是视野盲区 一个最大的部分 同时因为有了这样倾斜A柱的设计 这款车开在高速上 我们现在巡航的速度 差不多有110到120之间 整个在高速上的风阻是非常小的 以往MPV在这个时候 主要的风阻会来源于A柱 以及后视镜带来的这种噪音 对于这款车来说 整个噪音的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有机关雷达的版本 除了在城市快速度可以使用NDP之外 在高速公路上 我们现在开着NDP的模式 它的整个变道和变现的逻辑 都可以来说是非常果断的 尤其是当你遇到有车要加塞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会像我们传统开车的时候 在第一角给你一个相对力量比较强的一个刹车 让你感觉会更有信心去稳住和前车之间的间隙 同时当你并到有后车要超上来的时候 它也会非常果断的回到自己的车道 当这款车去了之后 它再进行一个自主的变道 在整个变道过程中除了相对来说比较果断的这么一个逻辑的判断之外 它的后轴转向也对变道起到了一定速率上的帮助 基本上在你到收费站之前 这台车可以接管所有你在高速上相关的驾驶任务 基本上你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状态的 空旋的硬度是暂时不可以调节的 只能跟着驾驶模式去走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这款车整个的设定还是偏向于舒适的这么一个设定 其实包括它的方向盘转向的感觉 包括刹车的感觉 尤其是这款车有了CDC之后 它在日常你自己开的时候的急加速和急煞 尤其我们今天是一个前轴单电机的版本 在加速的时候 它可能更像是前头有一个人拉你的感觉 不会像是后轴单电机的车型 在加速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往前推的感觉 因此它的加速和刹车整个车辆的整体的平顺性还是非常好的 包括MPV这种前后三排的这种布局也会让整个重心的分配要更合理 得益于将近两米的车宽 整个横向的这种视野通透度还是非常宽的 因此它的屏幕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根据这款车型整个大尺寸的调整也扩大到了17.3英寸 在这种情况下用了左右分屏之后 导航基本上是我们更熟悉的类似于手机竖屏的这种导航 左右两个屏幕可以干不同的事情 对于这台车长5米3的车来说 基本上也已经到了城市停车位的一个长度的极限了 包括这台车的车宽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的 它的后轮转向 我觉得在城里除了帮助更多的用户在日常进行掉头 带来更好的便利性之外 更多的也是当你到地下车库进行停车的时候 往往你可能需要揉三四把这么大的一个车 可能会让整个转向的次数达到一个明显的减少 单电机的版本在日常的0百加速是7秒钟 如果你载了7个人或者6个人或者5个人 这种加速相对来说是大家传统意认为觉得快 但是又相对来说坐感比较舒服的一个加速体验 如果是双电机的版本 它的0到100公里加速可以达到5.7秒 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多的还是体现于对于驾驶者的驾驶乐趣 换到小鹏X9的第二排来试称 它的家用属性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首先就是它的整个车的地台非常的低 因此能够方便老人和小孩上下车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它像奥德赛学到了它的一些精髓的东西 同时坐在车内 它的整个坐姿的感觉 又和藤氏D9包括丰田Alpha这种让你有一种高高在上这种坐姿的感觉不同 它的整个座椅的高度会让你觉得非常舒服 同时又在头部给你留出了一个足够的空间 这一点的处理上比丰田的赛纳要好 说到这台车 其实我们都知道MPV的乘坐感受 以往的油车其实是从前往后会有逐步退化的 也就是第一排的驾驶感受 其实它的舒适性是最好的 第二排其次 第三排是最差的 换到X9上 对于整个座椅的考量 我觉得小鹏还是处理的非常充分的 首先就是即便是二排也好 三排也好 它的整个坐垫的腿托 包括座椅的这种发泡的这种厚度和舒适度 都给你感觉是一个很舒适 很适合家用的状态 同时得益于前后一体化的这种车身的压住 因此坐在车内 你会感觉后部的这种很整的这种空间感 包括后部传进来的噪音 会比以往我们认知里的MPV要小很多 还有一点就是 当我们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 其实传统的MPV 在B柱和C柱都会有一点点漏风的情况产生 对于X9来说 在这两点的控制上 它其实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今天我们拿到了是一台带通道的一个 同样是带有独立座椅的版本 那除了没有零重力之外 它跟零重力座椅的区别 就是在扶手靠近车门的一侧 取消了50W的无线快充 给你的是一个60W的Type-C的一个接口 那这种带通道的模式 其实对于家用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方便老人和小孩进行前后位置的一个互换 这么看下来 小鹏X的产品力确实是挺能打的 那接下来我们唯一要期待的 就是上市时候的具体价格和配置了 对了 这车官方一共给出了四个颜色 那分别是暗夜黑 新芒晶 新月银 新云白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新月银